孩子快樂的笑聲 一家人開心的玩著 在新隆低圖社會住宅 這座如花蕊般的喬喬板 叫做跳跳蕊 它為社區住戶帶來的 不只是歡樂 還是裝置藝術 跳跳蕊它其實最初的理念是 一個可以互動的結套家具 融入了類似像喬喬板 或者是搖搖碼的機構 但是可以讓一個人就去做使用 也可以讓親子去做使用 然後當在不同時間去進入使用的同時 它會產生像花朵一樣的綻放 然後晚上的時候它會發光 所以它其實在晚上也是點亮街區的一個 在不停移動的家具 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促進社會住宅居民互動交流 營造社區意識 這個公共藝術其實就是台北社區一個新文化的一個誕生 我們透過這種新文化所要呈現的是 把公共藝術跟社區營造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這結合在一起就發生了很多很巧妙的一些變化 我們的公共藝術不再只是過去的一個傳統的永久設置作品 它透過社區營造它可以跟社區居民互動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互動的過程中去記錄 去呈現每個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透過了一個直接駐地的創作 還有藝術的行動 還有永久的設計 這三個彼此相互的交錯呈現出我們 現在所要讓大家所看到的公共藝術 透過公共藝術將都市美學導入社區 讓社宅的風貌不但更具設計感 也可以更有故事性 例如我們有一個這個居住履歷 我們就是藝術家邀請在地的這些居民 用書法把它過去曾經住過的地方 它的故事把它寫過來 為什麼遷徙到這裡面 藝術家做了一個整合 把這些故事把它記錄在瓦片上 變成是一個永久設計的作品 我想這個彼此的互動 這些就是呈現出 我們今天在這裡面的社區的每一個人 他最後交流互動 又能夠呈現出 他過去的一個故事的風貌 我們希望所帶來的 是大家喜愛的 大家能夠認同的 而且又具現代化的一個社會住宅 兴隆地圖社宅 乳花綻放的跳跳蕊 健康公宅充滿故事的瓦片牆 雖然是因為文化藝術講助條例規定 公有建築物的公共藝術價值不得少於建築物造價的百分之一 但台北市都發局扮演推手 讓百分之一的公共藝術延續了更多可能性 社宅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區的聚合 因為所有的居民在進駐進來之前 可能過去都沒有任何的關係或者相識 那如何要在短時間裡頭能夠讓所有的居民有社區感 有共同感 那這就是這個百分之一希望能夠達到的目的 在現在我們所說的公共藝術的計劃 它不光只是實體作品的設置 那更希望透過這個設置的計劃能夠創造人跟人連結的平台 公共藝術雖然說是美化建物及環境 可是我們所說的環境不光只是實體的物理的空間 其實也包括了我們人的心理的空間 還有我們人跟人之間所連結的社會空間 公共藝術不只是美化了建物與環境 更打造了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空間 讓社會住宅不再像是火柴和四四方方 以藝術作為媒介 逐步建立社會住宅居民對社區產生認同感 讓居民覺得台北不一樣了